2024乒乓球亚锦赛落下帷幕 国平在男团和混双项目上收获冠军 一共丢掉5个冠军创造历史最差 而且输掉的外战数量也是历史罕见 男团比赛国平虽然夺冠 但是王楚清丢掉1分 梁静坤丢掉2分 女团国平就悲剧了 丢掉了4分 包括孙颖莎丢2分 王一迪 陈兴桐各丢1分 单项比赛中 国平是男单5人 女单4人 混双与男双两队 女双一队出战 结果除了混双临湿洞宽漫外 其他人全部输在外战 也就是说 国平单项输掉了13场外战 加上团体一共输掉20场外战 最终 日本队三金超过中国队的两金 而日媒也表示 张本这枚男单金牌是时隔50年的金牌 上一次夺冠还是1974年长谷川戏宴 皇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